字幕視頻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吧 夾州給你一個三次方程式 在哪裡 在這裡 告訴你三根 我們為α和β和γ 是求α平方-1乘上β平方-1乘上γ平方-1 它的值會等於多少 剛好我們利用到這一題 我們來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這種方程式的題型 我們到底該怎麼使用 來通常來講的話 這樣子根的求職問題 我們叫做根的求職問題 通常來講的話 這種題目我們的策略會有兩個方向 通常這個策略會有兩個方向 譬如說我們如果用這個三次方程式來看的話 這個叫做三根在一起 OK 第二種通常來講的話叫做三根 這個叫做分開 好 那很多同學就開始在疑問說 老師到底什麼叫三根在一起 什麼叫三根分開 我們舉個例子好不好 來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一題要考你的是 α的平方 再加上β的平方 再加上γ的平方 像這樣子的題型 或者是他可能要考你的是 α平乘上β 然後再加上什麼 β平乘上γ 再加上什麼γ平乘上α 這個亂寫的 OK 像這樣的題型的話 如果是三根在一起 像這樣題型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策略方法 我們就會使用到所謂的根與係數 好 這個時候我們使用到策略方法 這個叫做根與係數 來 各位同學 如果要使用到根與係數的話 你還記得嗎 這個東西幫你們複習一下 三根 這個叫做一次 我們通常會這樣子教 我通常會這樣教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三人團體 三人團體可以一次一個人出來表演 也可以一次兩個人出來表演 好 也可以一次三個人同時出來表演 來一次一個人出來表演跟誰有關 跟A分之B嗎 錯 A分之負B 所以這個叫負 來一次兩個人出來表演叫做A分之C 這個叫做6 一次三個人出來表演叫做A分之負珠 好 這個叫負吧 好 這是這樣的提型 老師 那我們通常這樣的提型 我們會使用到根與係數 那如果是三根分開 像什麼 像這種提型 譬如說這個叫做1加α 1加β 1加γ 對不對 或者是什麼 α-2 或者是β-2 或者是γ-2 我知道你想講什麼 老師 你這樣子爆開的話 還不是三根在一起 不是 我是想說大概類似像這樣的提型 大概簡單去分配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反而會使用到根的代入 這個時候我們反而會使用到根的代入 好 根的代入是一種比較少見的技巧 但是很常用到 來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來我直接拿這一題舉例子 我直接拿這一題舉例子 他說如果我們告訴你三根叫做α和β和γ 此時我們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我問你喔 我們先不要管這個 你告訴我光是看到這一個句話 叫做三根為αβγ 你告訴我含三根 含三根嘴巴非常大 含三根 我沒有在開車靠腰快點 來含三根的方程式 為何 就是Ax減掉α 再乘上Ax減掉β 再乘上Ax減掉γ 會等於0 對 沒錯 含三根方程式的確長這樣子 但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含三根方程式也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這兩式應該會怎樣 嘿對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令 A三方 再加上來5倍的x平方 再加上6倍的x 再加上8 它會等於什麼 它會等於Ax減掉α 乘上Ax減掉β 乘上Ax減掉γ OK 那這個就是 通過的東西就非常非常非常簡單 那有些東西說 啊老師不對啊 這個題目又不是問這個 蛤? 題目不是問這個嗎? 欸題目是問這個耶 題目是問這個耶 那你怎麼操作 欸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你看到這個1 麻煩你先給他平方再說 看到這個1 先平方再說 看到這個1 先平方再說 來他這個可以使用到平方 差公式耶 來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寫成α-1 乘上α加1 我寫錯了 欸這叫α加1 對不對 來這個叫做β-1 β加1 γ-1 γ-1 好 對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對 原本的題目 我們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 那這邊前面自己一國 嗯 沒錯 好 他們都屬於分開型 他們都屬於分開型 所以我們應該是使用到 根的代入 但是問題出現 欸老師 啊人家不是長這樣子啊 來看好囉 看好看好看好 人家不是長這樣子啊 我們所謂的根的代入 是長的這樣子啊 看誰 你看α和β和γ 前面有負數就知道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我要讓它變成 減α 減β 減γ 你告訴我 我要讓它變成減的 所以要提出來幾個-1 各位同學提出三個-1 提出三個-1 就會變成1-α 1-β 還有1-γ 沒錯 然後面這邊呢 欸我要讓什麼 我要讓αβ和γ 都是-1 所以提供提出幾個-1 一共提出三個-1 提出三個-1 這邊就是 變成-1-α 乘上-1 欸寫錯了 -1-β 再乘上-1-γ 它會等於這樣的式子 這邊應該要寫等號 會比較好 OK 好那我問你喔 -1的三次方多少 是不是還是-1 那-1的三次方多少 是不是還是-1 所以-1乘-1 你根本就不用理它了 OK 那關鍵在於這個東西 A A 這裡的x 用誰帶 用1帶 所以這裡的x 同樣誰帶 1帶 所以讓它x等於1帶入 那這裡呢 我知道 x用誰帶入 用-1來帶入 來 那就是用1帶入的結果 乘上用-1帶入的結果 來 所以讓我看看 來 用1帶入的結果變成 1 加5 加6 加8 OK 那這裡用-1來帶 這邊變成-1 加5 減6 加8 OK 來 所以讓我們來算算看 好 來這裡是1加5 6嘛 12這裡是20 耶 這乘上多少 5加8 13 13減7 多少 6 所以多少 120 沒錯 所以這一題就是 120 剛好我們來用這一題 來去跟各位同學闡述一下說 往後碰到這一種 什麼三根兩根一樣 你到底該怎麼做 用一個很直觀的角度來看 在一起還是分開 在一起跟一切數分開 跟的帶入 大概用這樣方式來去判斷 這樣會比較好做 OK 來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OK 訂閱 記得可以起小鈴鐺 然後我們下方都有會員 可以做加入的動作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盡量去 去上去有一些會員的影片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加入會員的同學 你想要比如說 你想要更精進 比如說變導師等級 想要跟我們一起聊天的話 你都可以再去看我們的會員 怎麼樣去做升級的動作 那一樣 下個月我們還會有更新的線上課程 來去跟各位同學探討 那統測同學 我這兩天比較有空 我會趕快在考試前 我們把我們的詳解全部寫出來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